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很多人他住也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其实我说这我都记不过来的 对 我知道一个人是叫Rose 就是Rose 什么名字 很长的那个名字的难念 因为他是新疆人 就是一个女儿是新疆人 然后那个是泰国人 那个其实还蛮小 那个应该是还在读 还在念小学 你有没有跟他们写信啊 就是有没有这样子 有啊就是跟他们交流了 然后他们也知道说 原来就是我是歌手 也知道他们长大 他们就想要当什么 就是他们喜欢的志愿 或长大要当警察 然后就讲说 我最近成绩还不错啊 我最喜欢是什么喜欢科目 其实我觉得 真是当初一样的人在感觉呢 有时候跟其他的这样叫 比较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跟 这些小朋友的话 却直接就交了 对 有时候就是你就是付钱 你的钱可能需要哪里 也不太确定 对 可是Volivision就是很明确的让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看到他们小朋友的一些紧张 是 所以你是有那个责任在那边就对了 对不对 就是有那一份爱在那边 是 那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当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通过这个世界线 不会呢 助养了这两个孩子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应该跟大家一样 就是其实也是很责任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 结论说 哎 你是哪里的 哎 你要不要来帮忙 就是 做这一个慈善的节奏 他说 哦 那好吗 他喜欢Volivision 那就去看一下 然后就看到其实 那时候有很多很多的 马来西亚的艺人 甚至有很多国外的艺人对人参加 所以 我其实当初也没有完全想到就是 成为一个助养人 成为一个爸爸 只是希望可以帮助的话就帮助 结果就在2007年那一年 真的我的歌迷会 就我的PK上面呢 他们就是帮我register 帮我当爸爸 就是他们付钱 然后用我的名字去助养这些小朋友 哇哦 对 所以我也觉得说 哎 很感动 他们也 就是因为我来自己这个活动的时候 他们也特别就是用钱用力 也来帮助这些小朋友 对 所以他们先起了这个带头作用 对 然后直接影响到你了 对不对 对 之后我就多助养一个 所以现在这两个孩子 然后恭喜你两个孩子 谢谢 那听说呢 在这个助养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通过这个World Vision 还有很多很多的感动的故事 有 对 有没有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当初 我真的刚开始当 就是当助养人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太过了解 说有到你要做什么 也不知道 你感觉可以做得行 但是就是一直持续的 被邀请 然后来参加 然后也更是更深的了解 然后有一次呢 就听到就是 马来西亚世界纯会的出创人 他们俩出去呢 就分享了一个数据 很感动 他那时候讲说 好 他们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说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 我们可以做的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 我们希望可以做 帮助人的事情 然后开始的时候呢 就好像也有审计 一般就是说 哦 总之你可以去帮这些人 然后你可以去探访这些国家 也看到 原来他们是怎么样去帮助这些人 有一次就带了一个助养人 去探访他的孩子 这样子 然后其实去的时候呢 就是 长得很软壮 就觉得说 很致敬 这一次的探访工作 然后就让小朋友 就是 他的孩子呢 看到有些孩子很开心 然后就跟他分享说 哎 你看 这就是 你看我的照片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 然后就看到 很开心 然后 哎 这是我的家 然后我的客厅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就讲说 哎 你看到客厅上面 只有一张照片 这照片其实就是你 哇 然后其实就是 那个孩子 听到我们很感动 然后他的妈妈也听到 觉得有说 原来 原来他是把这孩子 当成是家庭的一份子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FORMISSION 帮助这些人 来做这些慈善的活动 不是只是出钱 然后就 没有故事 没有项目 可是这一次其实就是 他是有一种联系 有种关系在那边的 对 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说 我来到FORMISSION 这个家庭 就感觉好像就是 来 领受爱 跟付出爱的一个机会 太好了 我跟你讲 你只要 你觉得说 不管是对方 或是自己 我觉得说 我们都是需要爱的 你只要付出 区区的每一个月50元呢 我告诉你 大家都可以有爱 对不对 真的 其实大家想到50元 我就想 其实也是一个小孤单 不过你要是把它租起来 我们算过 就是 一天大概就是 你省下10级 大概6、7、8级 就是 可以 可以比 就是筹到一个月50块 50块就可以让一个人很开心 可以让一个社区 真的是有很大的改变 甚至也可以让你 学习付出爱 甚至去理受爱 或许有机会 你的孩子长大之后 他也很想见到说 原来我的爸爸是 我的爸爸是 其实要做这个事情 真的很简单 你只要吃的 不要这么奢华的话 就是吃的比较普通一点都OK 反正现在很多人喜欢减肥 那就吃早一点 把那个钱存起来 对不对 50元 50令吉 每月50令吉 说起来 也是小人的负担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用心去做 我觉得其实一定会不难 对没错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想呢 因为呢 今天我们就是来传送这个爱的 你知道吗 就是 或者是要大家的 一起来 加入我们的这个行列 所以呢 在这边 我们也有一些礼物 要送给大家 只要你能够回答我们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送你礼物好不好 不管你有没有先 开始进行这个助养 我希望说 从我们的这个 第一步开始 然后 你拿到我们的礼物之后 再看你会不会加入我们的行列 好不好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了解 然后 如果看看大家 或许可以放进到你们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更好的一件事 没错 这个题目呢 很简单的 刚刚呢 就是有说到呢 Daniel呢 他住养了两个 国家的小孩 你只要讲出 这两个国家呢 我就送你礼物好不好 有没有 有没有人要举手的 记得 记得吗 Daniel的孩子是来自什么国家的 其实我的孩子是来自什么国家的 不记得 没有人记得 Daniel的孩子是来自什么国家的 有没有 有没有 有吗 来来 礼物在哪里 我们先拿礼物 对 不相信 我们有礼物的 是你神秘礼物 哈哈哈 有没有 这样 我问这个小弟弟好了 对 OK 请问你那个 Daniel的孩子是来自什么国家的 不懂 随便讲一个 你讲一个 试试看 tripe 错 我还是会 印度 印度是他有去过啦 对 我们的游戏是这样子的 答错也是有领悟的 对 他的孩子呢 是来自中国跟泰国的 好不好 印度呢 他讲到这个印度呢 我们就来讲一下 因为我记得 就是说你有去过这个印度 对对对对 去探访 我觉得这样很厉害 怎么会探到印度这个东西 你很厉害 你未卜先知 你知道我们下来要讲印度 好对 对 那时候就在2009年 我真的很亲信 我觉得很荣幸 这一次呢 可以 就是以一个 爱人 以一个助养人的身份呢 就是去看法 这些 这些选民会被帮助的孩子 然后其实我觉得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是 第一是 就是我自己本身 没有去过印度 然后让我来讲 其实印度的状况呢 就是说 让我们看了 真的觉得心里还蛮糟糕 嗯 就是有钱 没有钱 然后贫穷 真的是严重 然后而且其实 因为在他们那个地方 可能就是 在教育方面的不足的关系 所以有时候 遇到很多问题的时候 都没办法解决 或者就是生活上 有时候就是生病 是 然后 又没有钱去看医生 也不知道怎么去照顾自己 对 没错 那其实通过这个 我们World Mission的这个助养计划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呢 我们推行了很多很多的这个 一个活动 听到这讲说一些项目呢 是来改善他们的这个生活的 比如说就是 有这个干净的水可以使用 然后还有医疗保健 然后包括了教育 还有就是叫他们怎么样去跟踪 然后自己可以自己封给自己这个粮食 等等的计划呢 都可以改善他们社区的这些生活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展示厅这边呢 他是活生生的将就是World Vision他所做的一切呢 展现在大家的这个眼前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来送礼物 礼物就是 这个问题也是很简单 OK 简单到没有人用 他们都懂了 对不对 他们是很熟的 我觉得我们都懂了啦 我们都不好一直上来啦 没关系 那个问题就是 请问助养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一个孩子助养一个孩子 每个月要给多少钱 对 有没有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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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不好意思 那我先 50 对没错 50 恭喜你 恭喜 那我们来数决定 OK 一个是50 两个是多少 哈哈哈 那两个是多少 每个月就是 100 对 对 100块其实真的也是不多啦 真的很少 我觉得对程序人来说 只是100块 如果每天除了3 除续3块钱 就是这是一个月 这是500块 没错 其实你少买一件衣服 就500块 对不对 对 好 那我想在这个时间呢 我觉得下一首歌 其实真的也蛮有意思的 你来唱给大家的金额 对对对 因为其实我觉得有很多 我们影片上有很多 已经帮助我们的 就是也帮助 这些优优雄的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然后有时候我们觉得说 我不知道 这样子 好像 看不到那个味道 然后有时候说 我这样子做的 对 也是不对 就是 每个月要花这笔钱 每个月要付这50块 就是一个困难 其实我觉得 只要你真的用心去做的话 我觉得 真的不是复杂的 然后要想说 如果自己的小朋友 得到你们的帮助的话 其实 他们是改变他们一生的 对 而且最重要是通过这个正确的管道 对 你去进行这个事情 就不用太多的担心 因为真的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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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已经参与了 加入了这个行列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我们希望你赶快 加入我们世界宣明会的 这个行列 去助养一些 这个乡区的孩子 通过你的一个 少少的 这个 这个叫什么 金钱 对 其实你不知道说 50块 它是可以发挥 无限的力量 去改变这个世界的 是 非常的厉害 对不对 那当然你要很多的一些资料 资讯呢 都可以通过这个世界宣明会的 就是很透明化的 展现在你面前 让你知道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唱的 首歌叫什么 这首歌叫 Nothing is going to stop us now 希望大家呢也是 可以继续找这些小朋友 希望这些小朋友呢 也可以达成他们的互相 希望我们也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是的 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阻挡我们的 好不好 只要你想的话 掌声再给Daniel 李吉翰 谢谢